根据网上某位甜美大力的经典语录 人人持枪他才不乱 那我们赶紧看看大漂亮国的平平创出的世界记录 当地时间1月6日 美国弗吉尼亚警方称一名6岁学生所谓的学校枪击案表明 一名幼儿持枪进入学校并打伤一名教师的事件极为罕见 这名男孩于周五在纽波特纽斯的Lichnick小学的一年级教室里 开枪打伤了老师 警察局长说枪击事件并非意外 而是争吵的一部分 但没有进一步说明 没有学生受伤 专家表示 涉及一名6岁儿童的学校枪击事件极为罕见 尽管并非闻所未闻 至少还有一个6岁儿童在2000年 在密歇根州枪击一名同学的引人注目的例子 同时 弗吉尼亚州法律限制了该年龄的儿童因此类犯罪而受到惩罚的方式 波士顿东北大学的犯罪学家詹姆斯·艾伦福克斯说 有些学生杀害了老师 通常是高中生 我不知道还有其他6岁儿童枪杀老师的案例 福克斯说 他只知道另一起涉及同龄学生的学校枪击事件 2000年 一名6岁的男孩在距离底特律96公里的 密歇根州弗林特附近的波尔小学内 用一把0.32口径的枪发射了一颗子弹 击中了一名6岁的女孩 她后来死于枪伤 宋剑伤